近日,一个一岁小女孩因为在飞机上哭闹 被同行乘客关进厕所教育的事件 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 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事件 不哭了,不哭了就可以出去 小小小的,这到底是因为熊孩子太烦人 还是我们成年人缺乏应有的包容 事实上,这么小的幼儿在飞机上哭闹 绝对谈不上是什么熊孩子 可能是因为当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感到害怕 也可能是机舱压力或者飞机公平 让她感到身体不是从而才导致的哭闹不休 我们成年人甚至是陌生人 把这么小的孩子从祖母怀中抱走 关到飞机厕所里立规矩 不仅极其不当,而且会产生不可预测的危险 这对孩子来说简直是虐待 有些旅行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临坐孩子哭闹有时是难以避免的旅行经历 我们要做的是帮助家长采取一些 令孩子舒适的方式,长发微笑 比如说播放一些轻松的音乐,讲讲故事等等 去转移着她的注意力 对待公共交通空间的孩童 需要从孩童的视角出发 给予足够的包容 我们真正要抗议的 应该是那些在机舱里大声讲话 大声播放音乐 用脚踩座椅背 等等不文明行为的成年人 但有时候 有些成年人对这些现象又展示了难得的包容心 这不禁让我们深思